各位悠悠早上好 来这边温泉酒店 今天是第二天 起床之后刷牙洗脸 下楼吃酒店的自助餐 然后去办事 气温还是很高 日本这两天的气温又有所回升了 台风破了之后 那么下周的话 日本要迎接新人的高温 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回去还是一样的 就是每天买菜做饭 每天的生活日常照旧 玩归玩嘛 回去还是要收收新的 好吧 先下楼吃早餐 今天的早餐 培根 这个是什么炸鱼饼 洋葱炸 中国的烧麦 小银鱼 两块蛋 这是回锅肉 一碗稀饭酱菜 一个味噌汤 简简单单 一会儿再喝两杯橙汁 那就好了 一会儿就去办事了 现在都不用直接上柜台退房卡了 就直接把它扔进去就可以 方便了很多 对不对 然后直接就把东西往里扔就OK了 大家好 我跟魏总现在饭完事 暂时饭完事 还有下方程 去买点饮料 去买点红油 我们需要补充体力 然后这边是药局 药局的 上次说过的 药局便宜 可以多喝几罐 多少钱一瓶 178 小的192 大的200 加税 257 那我们还是拿大的好的 对 比较好 小的不够喝 不过瘾 对吧 不过瘾 那就把这三罐 我们一人一罐半可以吧 可以 多喝没问题吧 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多多一下 好便宜 在编辑店买130多 这三罐员 这小瓶的 小吗 我们昨天买的是大瓶的 600的 那你看价格将近 差好多 130多 120啊 对啊 这个才80多 所以那一瓶 咱们搞两瓶喝喝 还有啥 还有啥需要买的 物产太丰富了 小子的熟悉要不 不是 只要到时候给 放到冰箱里 过去的时候 带过去 就是这个 就是铁罐的 在便利店 便利店有的 它是那个微信 对对对 这边没有的 这边有 有吗 有 那去看一下 有 哪里有啊 你看 进门呢 好 进门就拿去买吧 它现在你看药装店 居然有卖鸡蛋的 你看这鸡蛋多便宜啊 10块钱 差不多10块钱都没有 10块钱 24680个 1块钱 人民币一个 你看 百灵坛啊 这样一瓶啊 在一般的就是便利店里买 才多少钱 1350 含税的 含税的 也就65块人民币啊 65块人民币啊 百灵坛啊 便宜啊 这个可以记录一下啊 这个是提高睡眠质量的片子 平时龙哥买的都是口福叶 差不多一天吃4颗吧 也算是保健品 一个月 这是一个月的量 100块钱吧 这个是打呼噜的法宝 你打呼噜吗 买一个一天就好了 现在一比一的头痛药 现在也涨价了 涨得蛮厉害 你看 我这样拍的话 那些做代购的药 碰死我了 好了 东西买好了 我们现在回酒店了 哇 小哥你怎么开车的 吓我一跳 回到酒店 然后喝一罐红油 提升一下体力吧 然后魏总在旁边 在寻找美食 除了吃美食 没其他的事情 可以做的 外面太热了 实在太热 咱们魏总在日本 生活了整整23年 告诉大家一下 在日本创业有多难 别把日本想象 真的是想象 那个罗大勇的歌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乡没有你的灯 日本虽然是一个 亚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但是要在这边创业的话 确实有点难度 所以咱们为什么 在这边生活了23年 他是最有这个权力 说这个话 很多咱们中国人 幻想着来日本生活 在来日本生活的话 也不是说那么容易 过来是很容易 先办个签证 办个经营管理 然后交上500万日币 开一家公司 但问题是有很多人 很盲目的过来之后 他不知道干什么 干贸易 对呀 哪里那么多贸易可以做 干实体 开个拉面店 没那么容易 日本人不会进来吃 除非你这家店是很有名的 很多中国人不是 他们就把有名的拉面店 买下来 然后还上他们经验 对 对 那个 到什么 到灯 到灯库 到灯库那边 很有名的那家拉面店 不也是吗 嗯 排队的那家 但是真正能赚钱的没几个 可以说都不赚钱 别以为一天买多少拉面 就可以挣多少钱 赚不到钱的 嗯 不像我们国内开一家面店 有可能你一家面店 就可能发财 嗯 在这边你没有连锁经营的话 你赚不到钱 日本是一个税收大国 啊 这个税收很厉害 嗯 你怎么 怎么去避税啊 这些东西啊 什么中国人呢 小脑筋多 哎 小办法多 但是有些小办法呢 在日本是行不通的 有可能你 明明之中已经犯法了 嗯 那一旦犯法 让税务去查出来的话 那你只能卷不开中 要不就罚钱 嗯 如果你没有很大财力的话 雅库就最好考虑清楚 来日本干嘛 打工不可能不现实 啊 很多人说 哎 龙哥 介绍一下啊 我想去日本打工 嗯 打工也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不是国内那么可以偷偷来 啊 咱们听听魏总当时在日本 打工的一些小故事 什么小故事 那好多年前的事情 现在都 现在都 时代都变了 是吧 嗯 那时候找个工作 很难的 现在的话 日本没有人工 怎么说呢 年轻人都 也都躺平了 不工作了 嗯 都是从国外招的外劳 东南亚来的 你去东京的便利店 你去看 都是东南亚的 什么留学生啊 这些人 在那边打工 嗯 是的 怎么说呢 你年轻还好 是吧 嗯 还有动力 拼拼 你把年纪了 三四十岁了 让你去一个便利店打工 你说你 你干得下去吗 听说当时老马也做过 那个售货员 是吧 仓库保管员 超市理货 超市理货 对 那个年代 留学生都是这样的 大家都要 打两份工 三份工 每天就睡 那么几个小时 现在时代都变了 留学生也不打工 是不是 但是总体来说 你生活在日本 还是感觉比较安逸 是吧 他就是不 怎么说呢 很多那七八糟的事情 你不用去担心啊 比如说你去个 旅游的地方 观光 你也不用担心 被怎么说 被偷窃 被偷窃 被店家 这个坑啊 什么的 对 大家都是这样的嘛 盖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嘛 而且是全国连锁店价格都一样 对 他不是因为 他这个地方比较偏 对 而涨价 对 你也不用担心说 多收费啊 或者是去 这些 这个 就很轻松嘛 出去办事情也是嘛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看兵也好 然后 各种怎么说呢 行政方面的事情 那大家就是交钱办事嘛 不用走那些乱七八糟的脑子嘛 找人啊 什么 走后门啊 什么 这些都不需要嘛 这个就是比较 比较 怎么说呢 轻松的 但是大家都说 哎呀 日本好干净 日本好守秩序 日本怎么怎么样 那这些不都是 大家平时自我约束 对吧 嗯 才有今天这个现象 那你在这边生活 你是不是也要遵守 对 不能对吧 垃圾要分类 每天扔什么垃圾 你都要遵守 这些事情的话 怎么说呢 嗯 反正你在这边生活 你就要守人家当地的规矩 对不对 日本是干净 但是日本不是每一块地方 都很干净 日本也有脏的地方 也有乱扔垃圾的地方 嗯 那只是他们就是扔垃圾 可能和我们不一样 嗯 他们会悄无声的人 对吧 偷偷的 晚上没人的 嗯 然后什么 侧站旁边的垃圾桶旁边 是吧 嗯 因为在马路上 基本看不到垃圾桶 没有什么废物箱啊 只有在超市里面 有垃圾分类 因为自从这个 就要要恐袭之后 他很多地方也不敢摆垃圾桶 哈哈哈哈 然后车站的垃圾桶 都是用透明的嘛 可以看到里面是什么嘛 对 然后撤掉很多垃圾桶 然后便利店的垃圾桶也是嘛 也是有些不守规矩的人 他们把自己家里的树货垃圾 拿过去扔 原来便利店的垃圾桶 都不摆到外面 都要摆到里面去 对对对 是吧 我有时候是这样的 有时候我在小白楼 有些东西 我不知道怎么去分类 嗯 然后那那那我怎么办呢 嗯 死办法 嗯 就把它扛到公寓 公寓我有房呀 对 那边他是生 他会帮你分 对对对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 我刚来时候 就每天 奇怪了 我扔了十几个垃圾 就每天就不收 后来后来没办法 那个饭盒啊 什么东西 对了有十七八代啊 嗯 我全部放在院子里 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后来再去学习 嗯 再学习那个垃圾分类 嗯 慢慢慢慢慢慢 一天一天 把这些东西慢慢都 是 全全都拿拿走 对 否则他就贴一张标 对 就说你垃圾分类不合格 不对 那我就不收 对 后来我就没办法 实在有些大的纸板箱 我就拿到公寓 嗯 公寓不是我那个 在在公寓 不是有买房了吗 是 然后呢 公寓有一个集收站 对 我就放在那里 对 公寓是这样 因为我在那里 我是住户 对 我有说 我有交那个管理费 对 所以呢 我那个 那公寓管理费很高的 对 水电加管理费都很高的 一个要比小 小白楼是没有的 对 小白楼是我自己买地建楼 然后所有的管理费 什么东西 都要我自己来操心的 是 那每年的维护啊 包括十年一直的维修啊 是 都是要花钱的 对吧 对 公寓就是每个月 交管理费 然后定期的 然后物业公司会帮大家 对 所以大家呢 就知道日本生活是可以 各方面都非常的好 非常的优秀 但是呢 针对我们国人来到了日本生活呢 确实有些习惯呢 一下子是改不过来的 但是呢 我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来 想来日本 首先先了解这个国家的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 包括生活的特点和习性 是 以及和日本人怎么去相处 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距离 这些方面网络上都有 包括各种博主拍的视频都有 大家可以从中去学习一下 是了解一下 对吧 对 我了解了五年了 你想我待了五年将近六年了 我有的东西还是一识半解 不是很懂 所以我现在走在马路上 手上拿着垃圾 我都不敢随便什么去 扔在哪里 包括在马路上抽烟 我也是敲不声敲敲的 像做贼一样 所以就说 比如说你走在马路上 不要用手去指指点点 这样的习惯我们国人都会 都有这个病 但是到了这边的话 真的是 就是让他们来说 就是很没有礼貌 所以就是在马路上 千万不要指指点点 用嘴巴事宜就可以 用眼神事宜就可以了 这些就是龙哥这几年 学到的一件皮毛经验 有道理